SIR 足球小章在陳守恒那裡搞了不超過三個月 這班本身不是足球隊的校隊 對你來說應該是這班沒有踢開球的球員 這三個月的進度你覺得怎樣 我想如果在球技上你說很大進步就沒有的 但是在一些球感上 甚至是一些協調 你剛剛來到也說了 有些動作很難 你都看到他們做到 我想這個是他們在五人足球上面 一些副帶裡面學到的東西 那你說整體上有沒有進步呢 真的要比賽才知道 但是個人上面一些步伐 一些對他們在球球上一定有幫助 因為以我所知 你帶香港隊去踢五人的比賽 尤其是青年隊的成績都不錯 那會不會說我們香港現階段 在五人方面尤其是青年軍 在發展五人方面應該比較著重 先會好些呢 因為才再去十一人會 這樣會演變 會不會 我想兩者同步 我們是雙向的 我們叫做製造一些球員 給十一人的足球裡面 那希望我們發展得好的時候 十一人球隊那邊 都會多些球員 給他們選擇 那如果我們都發展得不好 他們可以選擇的十一人球 反而都不是那麼多 那接下來呢 保良局我們這個足球市場會有個比賽 那你就是唯一一個教練 是教兩家學校的 那你現在就這樣看呢 你帶的兩支隊 有沒有機會贏冠軍呢 初頭陳守仁我覺得是 呼聲高的 但是慢慢呢 屯門的志豪呢 收一收之後呢 他們高了很多 因為如果是個紀律性上呢 你這邊的 你的兒子呢 就差一點點了 一比賽的時候呢 每一次都不是很聽指令 練習都很好的 但是一比賽就失去了常勝 沒有了一些叫做紀律性的東西 那踢球其實五人都是很講紀律的 一些行軍那樣的東西 那裡面都是一個叫做 條件上的比賽的東西 那他們遵守不了 可能對他們的發揮有影響 OK 麻煩你王Sir 那接下來看你在這個比賽中 拿什麼成績吧 好 拜拜 最多一個人有兩個人 你們學會分開一些位置先 OK 當現在你有很多球 你不用貿易 因為我可以回頭 我就會給你 明白 看著 看著 勇氣 對了 勇氣 用點力 不用一個人 你待會去做他 你自己人的力 你準備回去 一個人做 一個人做